鄉親大家平安 今天是新年十月二三 九月九月七七 星期五 今天是二十四周期的松崗 也是秋天最好坐的周期 再來會一天比一天更冷 冬天來了 起上覺說 受到東北風到 風泰華為管理的影響 今天是極真涼冷 台北沾頭早只有十八度到 這個北部東北部要受露雨 要到星期日 天氣才會更穩定 現在這個天氣 涼冷啊涼冷 吃一個松崗牛肉不錯 因為松崗九夜 松崗是秋天最好一個節氣 代表要進入高人 寒露不勝冷 松崗才開始變冷 但風到風泰華為管理的影響 八個地方包括台北沾頭早 幾乎十八點高度 九部位所在議員的入口 預估這一波東北季風會為全台都會帶來降溫的現象 那我們預計最低溫會發生在禮拜天的清晨 預計大概北部這個區域還有宜蘭這個區域的話 低溫大概會來到十八到十九度左右 禮拜天之後才會慢慢的 各地的降雨都會逐漸的趨緩下來 月禮拜開始 除了鳳頭面的街人拜訪 北台灣會比較不適合 氣氛也會開始飛溫 是說一秋天一波境外空氣 有染再去開始影響台灣 大北方將中國華北地区的 這些山頓吹露南 北部最佳 我們中途過後輪到中南部 是說全部數表是說 加在有露雨 空氣不太壞 北部保護這些山頓影響的程度 都比黑暗中